红豆莲子白盒露 它是知音润肺 零心安神 这是北海道的大正金红豆 材料只是一包大正金红豆 40克即大约一两的莲子 一两个白盒 加一些糖就行了 只要把红豆浸水两个钟 莲子白盒也浸一浸 煮滚的糖水后就放了所有材料 这样就可以了 北海道大金时红豆 买一包17元 团圆城已经煮 白盐纸 一买就要买一斤 82元那我不买了 八盒都要买这么多 我也不买了 我是月主月豪 大家好 刚刚在楼上都见到我去买这些大红豆 你看这些是北海道的大正金时红豆 是日本的 这么大粒红豆 有多大粒呢 你是不是放大 这些就是我本身自己煮红豆 这些是12元一斤 这些250克都19元 不要紧要 都要试一下 今天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个 红豆莲子八合露 我今天就用冰糖去做 有很多时候人家用黄糖 其他糖去做 我觉得用冰糖清一点 这个甜品现在就非常适合吃 接着这些节日很多 又中秋又做冬又过年 很多时候都可以煮糖水 一家团圆 马上做给大家看 金时红豆牛这么大粒的 买回来 要浸一浸水 整包都放进去 是漂亮的 北海道我们有时十多元 二十元左右 我们都要吃的 浸它两个小时 莲子八盒 我每天买了一两 浸它两小时 其实浸一个多小时都可以 不过要浸它两个小时 北海道红豆浸了两个小时 其实就淡了色 它就好像微豆一样 但是它是轻一点的 普通的红豆我们是要出一出水的 因为是有点味的 我们要出一出水的 这些莲子八盒 我们一样要出一出水 这些北海红豆 我一样出一出水 一样煮一煮 有部分朋友不懂得出水 吃起来有一股黄黄的味道 现在它开始滚的时候 我们将莲子八盒都拖一拖水 拖一拖就行了 滚 好了 现在拿回冲冻水马上就煮得了 冲干净它就可以了 看起来干净的布 吃一条水就可以了 过来这边 你吃多少碗就放多少碗水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四个人就放四碗这些水 我就放冰糖的 其实可以放片糖也可以的 冰糖我摊它清 多少糖多少甜 就是你自己本身吃多少 有些人吃不到那么甜就不要那么甜 吃得到甜就可以甜点 冰糖用完了 这样就可以放这些红豆莲子八盒进去 煮滚了再慢火煮十分钟 慢火煮了十分钟 现在我们不要理会了 熄火先烤一烤 因为始终这些豆要烤焗的 烤20分钟看看豆能够不够淋 烤了大约20分钟 现在我们再滚起就可以了 现在再给大家说 看着滚射 红豆莲子百合露出来了 哇 打开个桌子先 哇 好棒 你看看它的红豆 北海道的红豆是有些不同的 大粒很多的 跟我们一般吃的红豆沙 完全是两回事 做完折 一人一碗 甜甜的开开心心 就没得了 应该很有口感 其实很多朋友都喜欢吃豆 如果喜欢吃豆类就是这些 譬如你多些人的 你加多些水就不用吃那么多豆 但有很多都喜欢吃豆 如果不喜欢吃豆 就可以多些水 一包的红豆 一两的莲子 一两的八盒就可以了 这个你看看 这个红豆莲子八盒 和我这个是否有得亏 哪个比较好 你看看 让我先把豆拌好 哇 真 我这四个人吃 一人一碗 哇 多企理 哇 真 看看 你觉得哪个比较好 就看 哇 是不是 希望大家开心心 试一下 让我试一下 北海道红豆 十九元一包 一包 一两莲子 一两八盒就熬到了 糖 用什么糖也可以 我就用冰糖 你们可以用一些片糖也可以 希望有机会就试一下 多谢 我有超过五百条影片 煮食 有好东西介绍 宠物 唱歌 家暴的影片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点来看看 多谢 谢谢